佛法的修许 宗旨就在此 让我们了知诸法设想 了知之后要修行 修是修真 行是行为 我对于一切法 认为它是有 这个错了 你想错了 你看错了 把它修正过来 一切法是什么 一切法是梦 一切法是幻 一切法是想 这是正确的 先从观念上修下来 然后事物上放下 生活必须品 不能不要 一事入行 虽要不知处理 对于人 似乎 没有贪念 没有情志 哎呀 这样说起来 学佛的人没钱 没钱 没义了 是不是 不是的 虚情假意 没有了 换一句话说 佛菩萨对于一切众生 有真情 有真意 是真的 不是假的 有真慈悲 叫真爱 这个是永恒不变 这是真的 会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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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悲 父子是恩 为什么儿女叛逆 把父母当做仇人 这就是靠不住 父子恩爱 假的不是真的 小时候儿子真爱父母 长大就不爱了 这种事情 在现在的社会 很多 到处都能看到 所以 虚情假意 我们要把它看穿 不能放在行上 真心流露出来 是真诚的慈悲 心两大 心包太虚 两周杀戒 心有多大 宇宙有多大 心就多大 甚至于窥水 心比宇宙还大 为什么 宇宙是从心 诞生出来 没有心 没有心 哪里的宇宙 这让我们知道 我们的本性 我们的本性 真相是什么 古人说 古人说 两大佛大了 那个佛是自性里面的佛宝 不是修来的 也就是如来 古地上的佛宝 像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不是修的 果的 正果了 自然 人心情 读这部剑 看这个主题 慢慢就体会到了 我们真心 不可思 真心太伟大了 要用真心 不要用万心 这叫真修行 放下 往下 咱们 用真心 真真心 待人救 这就是 不可思议的情境